这边我把基本常见语法分成了六大类,分别是变量复制,变量运算,条件从矩,循环控制,暴坐处理和用户输入。 有一定编程基础的同学对这些名词应该是较为熟悉的了,我们等一下会一个一个进行讲解。 后面有两个进阶操作我也列出来了,但是鉴于我们这是一个基础的入门学习,暂且不做细致讲解,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学完基础再去补充学习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变量复制,变量复制可以创建一个新变量,也可以改变已有变量的值。 语法本身很简单,就是变量名等号后面跟上想复的值就可以了。 那这部分的重点主要在于变量的数据类型,我们来看一下Python常用的数据格式。 数值型的话主要是整数和幅点,这个很好理解,大家可以看这里举的例子。 接下来就是字符,Python中用单引号或者双引号来表示字符。 下一个是bool,bool,和其他编程语言中是一致的,只有true和false两个值,常用于做条件判断。 比如我说1小于2这个运算返回的其实就是一个true的bool值。 接下来我们看到列表list和原组tuple。 这两种数据格式其实有类似的地方,大家看我给的例子,它们都是能难过一组数据的数据格式。 从表面上可以看到list是用中括号来难过数据的,而tuple是用小括号。 这个我们在生成变量的时候就要注意,如果用了中括号,那默认我定义的就是一个列表。 那这两种数据有什么区别呢?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list是允许修改的,可以增添也可以删减,还可以改变数据的顺序。 但是tuple一旦生成就是固定的,所以大家如果不确定最好还是用list。 那tuple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它不可变的特性使得它具有数据上的安全性。 另外就是函数运算可以返回tuple,使得运算结果不是单个值,而是一组值。 这个涉及到函数,等到大家自己去运用的时候就明白了。 最后一个是字典,dictionary。 首先格式上它是用大括号去南括的,然后大家注意看它的定义格式是用冒号来进行值的匹配。 比如我这边one后面对应了数字1,tu后面对应了数字2。 那字典这种数据格式和它的名字是一样的,就是为了查询用的。 我创建了这样一个字典之后,后续在引用它的时候,只要我引用了one,返回的就是数值1。 具体我们可以来实际操练一下。 首先我们来创建一个列表。 那列表的名字就叫list1。 这里面我们放一个整数进去,放一个小数,就是符点。 放一个字符。 放一个word。 那这样一个名为list1的列表就创建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看怎么样去引用这个列表中的元素。 首先python中引用是从0这个index开始的,也就是说当我想要去引用数字4的时候, 我需要输入list1,在这个里面放的是0。 然后如果我想引用最后一个元素的话,我可以输入-1。 那么这样出来的就是这个board之处。 我们来看一下list1的修改。 那还是以这个list1为例。 如果我想要添加一个元素,那么我用的命令是list1.append。 比如我们添加一个,还是添加一个string。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list1。 会发现这个新添加的元素会出现在list1的最后一位。 那如果我们想要删除list中的元素该怎样的操作呢? 命令是remove。 那我想remove哪个元素,我就输入这个元素的值就可以了。 那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list1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发现true被remove掉了。 原因是1其实是等于true的。 可以看到这个条件判断。 那相应0其实等于false。 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list的排序。 首先list1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是包含了多种数据格式的,所以它是不能直接进行排序。 那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list,也就是list2。 来保证里面都是,比如说数字格式。 那我这边随便打几个数字。 那大家看到list2已经被创建好了。 接下来排序的时候,我们使用的命令叫做sort。 那注意这边是有一些参数可以填的。 最常用的就是说reverse。 reverse是指我们是以升序还是降序进行排序,默认的就是一个升序状态。 假如我希望我的list2是从大到小进行排序的,那这个地方我需要填reverse等于true。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list2。 可以看到它是从大到小这样一个排序顺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tuple。 tuple和list在创建和引用上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只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tuple是不能被修改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尝试一下新建一个tuple。 这样就建了一个和list1一样的tuple。 这样就建了一个和list1一样的tuple。 第一位元素,那么用的是tuple0,倒数第二位的话,那可以看到用-2我可以得到true。 但是其他一些创建的命令,在tuple这边是不能够进行的。 如果我一定需要去创建一个不同的tuple,那我就引用,比如说我建一个tuple2等于tuple1,0到3。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tuple2,它其实获取了tuple1,0到第三位的元素。 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使用字典。 我以这样的场景为例,就是我们班上有两个学生,一个是Tom,一个是Jerry。 然后这两个人这次考试成绩有所不同。 首先我们来创建一下。 Dict1。 Tom这次考试的成绩是90分。 Jerry是100分。 Jerry是100分。 那这样一个字典就创建完毕了。 当我们去引用它的时候。 需要放进去的是我们的这个所以。 那相应的。 那这个时候假如又来了一个学生,我们就说叫Jack。 我想把他的成绩也存进我这个字典。 那么我现在添加的方法是。 假如考了一个吉利数88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Dict1。 就发现Jack的成绩也被存储在里面了。 那字典中的删除其实也非常容易。 假如我发现,诶,搞错了,Jack是隔壁班的学生,我现在想把他的成绩从这个字典里面剔除。 那么我用的命令就是Delete。 输入Jack的名字。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发现Jack的名字已经从里面移出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变量的运算。 数学层面我们常见的加减乘除都非常基本。 除此之外一个经常用到的运算是取余数。 在python中用百分号表示。 在这个示例中可以看到是4百分号3得到的余数为1。 除此之外对于得到的结构,我们也经常进行舍入运算。 比如常见的四舍五入,用round指令,放入需要取舍的数字以及取舍的位数。 比如我这边4除以3,四舍五入两位数就得到1.33。 除了四舍五入之外,我们还经常用到向上和向下取证。 这里就涉及到调用模块了,我们先抄纲一下。 调用python自带的模块math,指令为importmath。 接下来我们使用math中的seal和floor命名,就可以对4除以3分别进行向上和向下取证。 除了数值型变量,其他变量也是可以进行运算的。 只不过所谓的运算和我们的数学运算有所不同。 比如对于字符串而言,加法就是将字符串按顺序粘合在一起,但是字符串并没有减法操作。 如果我们需要将合并的字符串分离,可以用split命令。 括号后面放入拆解字符串时的分割符。 在这里我以d号为分割符进行拆解。 可以看到原本的字符串被拆解成了一个两个元素的列表。 那对于列表也是一样,当我使用加法的时候,哪怕我的列表是数值型列表。 大家可以看到加法和乘法也会将列表进行粘合,而不是直接的相加。 接下来我们看一点好玩的东西,条件从句。 条件从句是任何编程语言中都非常重要的一环,用于进行分情况处理。 它的语句结构是这样的。 以if开头,紧接判断的条件,冒号,然后换行缩进。 放入该条件成立下需要执行的命令。 这是构成一个条件从句的必备语句。 比如,我要判断a是不是一个字母,那a是字母的话就显示yes。 这就是一个条件。 但如果我想追加更多的判断,就需要加入elive或者else帮助多层次的判断了。 elive后面会跟随其他的判断条件,但是else后面是直接跟冒号和执行语句的。 也就是说else是个收尾达人,负责除此以外的所有情况。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写好的一个程序。 这里有一个变量a,它的复值是99。 接下来有一个针对a的判断从句。 大家可以猜一下,那它会出来什么结果呢。 其实这里是非常的直接的。 我们可以看到,程序会按顺序进行判断。 首先它会判断a是否小于0,那a是99,并不会小于0。 接下来它会按顺序判断这个elive条件,a是否等于0。 注意a等于0是用双等号去进行判断的,单等号是负值的意思。 那这个条件同样也不会成立。 接下来else进行了收尾工作。 如果条件1和条件2都不成立,那它就会print出positive。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结果是positive。 说完条件从句,还有一个在各种编程语言中都是中流砥柱一样存在的语法结构,叫做循环。 大家都知道程序是用来节省人力的,那循环就是节省人力提高效率的最大工程。 Python中主要运用的循环有两个,一个是while循环,一个是for循环。 两种循环在写法上稍有区别,但是谈及功能就述途同归了。 while循环的写法是直接在while后面跟随循环条件,当条件成立的时候就会一直运转。 这个条件需要格外注意,因为如果它一直成立,程序就会变成死循环。 所以注意在循环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条件成为false的时间点,使得循环能终止。 for loop的写法是将循环条件放得更为明显,直接写明了循环的运行条件和终止点。 另外,除了这两种基础循环,还有break、continue和pass三种循环中常用命令来帮助我们的循环更加高效。 break主要是用于终止和跳出循环,continue是略过后续语句进入下一条循环, 而pass纯粹是一个站位语句,没有任何功能性。 所谓站位语句,意思就是为了保持程序的整洁和秩序而放在执行语句的位置,以后可以替换成想执行的命令,但是暂时不会对程序产生真实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理解循环。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基础的循环,循环结果是从0到3一次输出,左边是用well循环写的,右边是用for循环写的。 首先插拨一嘴,大家写python代码的时候一定注意缩近,python是以缩近来表示命令的优先级的。 比如循环中所有循环的内容都会缩近,表示是在这个循环内执行。 如果这个命令不进行缩近,值得就是跳出循环之后一次性执行命令。 在这两个循环示例中大家可以看到,while循环我需要先定义一个变量并赋予出实值,并且在每次循环过程中要让这个变量有一个递增,也就是通过i等于i加1这样的复值语句,使得i每次增长一个单位。 这样到了我的变量i达到4之后,while循环的条件不满足了自然就会终止。 相比之下,右侧的for循环写法上的简介很多,我直接在for循环条件里定义了i是在0到3的一个整数系列中进行循环。 那么自然循环到i等于3的时候程序就知道了这是最后一次循环,所以不再进行i等于4的运算。 接下来以此为拓展,我们来看一下break,continue和pass的用法。 这里全部采用了for循环的写法,大家来看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break,这里有一个条件判断,当i等于2的时候执行break指令。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本会执行到i等于3的程序,在i等于2的时候就终止了。 所以输出是从0到2的。 中间这个程序是一个continue的实例,大家还记得continue的作用吗? 它是跳过当次循环中的后续语句,直接进入到下一次循环。 所以中间这个程序本来是会在每次输出数字之后仅跟着输出一个printed。 但是当程序执行的i等于2的时候,遇到了一个continue命令,它就会直接跳过来接下来的print命令,直接进入到i等于3的循环。 所以我们来看输出结果。 我们看到程序的确完成了从0到3的4次循环,但是在数字2后面没有了字符printed的输出。 最后我们来看右侧pass命令的示范。pass命令作为单纯的一个站位命令,纯粹是补充了程序的完整性。 因为一个if从句是必须有执行指令的,否则就会报错,但是实际上它对循环没有真正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输出结果是0到3的数字输出,并且每次数字输出后面都有printed字符输出。 讲完循环,我们再来看个厉害的,也就是python的报错处理。 要知道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完备的报错处理的。 我们知道程序运行报错就会终止执行,但是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预料到所有可能会遇到的报错。 或者说同一套程序每天运行,可能昨天没有报错但是今天就报错了, 因为今天处理的数据本身有一些之前没有预料到的问题。 比如我的程序是针对数据进行运算的, 但是今天的数据有一点格式错误,有字符串被作为数值输入进来了。 那减法和除法就会出发报错。 可是我们每天需要运行很多日常的程序,不能动不动程序就挂掉。 这时候就涉及到报错处理。 我们可以预先设置当程序报错时候做一些对应的处理, 从而使得程序不会中断执行。 这个在python的自动化中尤为重要。 具体的语法三要素就是try,except,加上else。 try后面是我要进行的指令,我知道这个指令有可能会产生报错。 尤其是当这个指令涉及到外部的输入的时候, 我们很难预料到我们会受到多么无比奇妙的输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except里面放入错误的类型, 比如value error,type error等等。 然后在下一行放入对应的处理方式, 比较常见的是以log的方式将报错记录下来。 这样的话,之后我们可以根据log文件追溯错误来源并进行修正。 最后else指令是用来放置无报错情况下接下来要执行的命令的。 这么说起来可能比较抽象。 同样的,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来看这个try accept结构。 我想执行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 但是字符和数值是无法直接进行加合的。 我们刚才的学习中有讲过, 这里温故而置信一下。 字符的加法代表的是字符粘合, 而数值类型的加法就是我们的算数加法。 所以我想运行的这个字符7和整数1的加法是会报错的。 但是有了这个try accept结构, 我的程序就能运行下去而不会中断。 注意我们其实是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error分别去进行错误处理的。 像我这边分开写,如果遇到valueError就printValueError, 遇到typeError就printTypeError, 如果什么Error都没有就会print出A。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执行结果可以看到, 报错是一个typeError, 是因为数据类型不匹配而造成的无法执行。 那假如说我其实并不确定会遇到什么Error该怎么办呢? 其实try accept结构还允许我们直接对所有的报错进行同一处理, 只要我们不列举具体的错误类型就可以了。 那这个程序改一下我们再看。 这边拿掉所有的Error类型。 现在我们执行一下看一下。 那我们会发现, 当except后面不跟具体的Error的时候, 只要遇到报错, 它就会执行我们所有的后面跟着的指令。 接下来我们来看用户输入。 python程序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写好封装一个程序, 让完全不会编程的人也能执行。 但是这就涉及到每次执行的时候, 可能都需要修改一些参数。 那如果每次都要从代码端进行修改, 是非常费时费力的一件事。 但如果程序可以接收自定义的用户输入, 就大大提升了效率。 比如我制作了一个自动计算时间的程序, 你随便给我一个日期, 我就能告诉你这是当年的第几天。 那像这种程序, 就要很灵活的去接收用户输入, 而不是每举全部的日期, 以及全部日期所对应的天数。 而接收用户输入其实用的命令很简单, 就是input命令。 大家如果在网上看教程的话, 有时也会看到有人用raw input, 但是这是一个过时的写法, Python3已经不支持了。 但是两者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提取用户输入的, 默认提取的都是字符串, 哪怕你输入了一个数值型。 接下来我给大家快速演示一下input。 假如我希望变量a来存储用户输入, 我可以定义a等于input括号, 接下来这个input命令就在等待提取我的输入。 我们来尝试一下, 假如我输入一个单词world, 我们再来看一下a, 那a是这样一个字符串, 那我们换一下, 假如说尝试数值型的输入, 输入1.1, 我们再来看一下a, 那大家注意a是这样一个被单引号扩起来的1.1,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字符串, 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a的数据类型。 这边可以看到a是一个string字符串, 那同理, 就算我去输入日期,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不论我们的用户输入是怎么样, 程序去解读它永远是一个字符, 如果我们需要的是其他格式的数据输入, 我们需要再对a进行后续的处理。 这里提及一下, 我们可能经常需要固定格式的用户输入, 比如我们需要用户输入yes或者no, 我们的运算也只针对这两种输入, 但是如果我不控制用户输入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收到要求以外的输入, 而导致程序无法运行。 比如有的人会输入字母y来表示yes, 那如何确保我们的程序能得到需要的输入呢? 这里我们就做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case, 也是实际编程中很常见的一种写法, 利用python的循环和暴错处理机制, 要求用户一定按照我们要求的格式提供输入, 否则就会被要求再次输入, 直到提供了正确的输入为止。 这样的程序要怎么写呢? 大家来跟我一起看一下我这边编写的一个事例。 首先我们看最基础的input部分, 其实一共两个指令, 第一个指令是获取用户输入的数字, 第二个指令是将这个数字除以2去余数, 并print余数。 这里为了在shel里面一次性执行所有命令, 我把两行命令写在了一起, 用分号进行分隔, 这个和换行是等同的。 我们先来试一下按要求输入, 比如我放入整数5,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这边5除以2得到余数1,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尝试一下, 如果输入不是整数呢? 假如我输入一个小数1.5, 我们可以看到它引发了valueError, 因为int命令是无法将字符串1.5, 转换成一个小数的。 好, 那我们作为程序员想要完善这个程序, 看见报错, 大家能回忆起我们学习到的报错处理吗? 如果利用报错处理来进阶一下我们这个程序, 改进之后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次input如果引发了Error, 就会进行到Accept,继续执行, 再次要求用户输入。 但是大家注意, 因为现在还没有引入循环, 假如二次输入依然引发错误, 那程序依然会报错中止。 我们来试一下。 假如我还是输入1.5, 这次看到它不会说直接报错, 但是我们再来试一下, 假如我还是很执着的想输入1.5, 第二次的时候它就会引发报错了。 这个时候我们引入终极大法, 循环。 不论多少次, 只要你不给我提供正确的输入, 我就不放你出来。 具体写法就是在TryExcept基础上加入了while loop, 就变成了这样。 大家来看我这里的写法。 首先, while true, 限定了这个循环会一直执行, 但是我为它设置了一个豁免条件, 在else下面放了一个break, 也就是说当这个try statement 执行没有报错的时候, 接下来就会执行break, 也就成功跳出了循环。 但是当发生报错的时候, 程序就会执行accept后面的命令。 在这里也就是pass。 大家还记得pass是个没有实际功能的站位命令吗? 程序运行到这里, 发现该次循环已经结束, 就会直接进入下一次循环, 也就是再一次进入到try指令下面, 尝试去向用户要求整数输入。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次的终极版本看一下效果。 假如我很执着地输入1.5, 1.5, 会发现都不可以。 那假如说我们这次终于屈服了, 我输入一个999, 一个整数, 我会发现999除以2取余数是1, 程序终于允许我们跳出了循环。 几个基础的语法讲解完之后, 我们稍微提及一下自定义函数和类。 不做特别深入的讲解, 主要目的是让大家对这两种语法有一定了解, 见到别人写好的代码知道是在做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自定义函数, 其实自定义函数很好理解, 本意就是将长运的一些命令组合封装起来, 方便我们自己反复调用。 它的写法就是DEF, 也就是define的意思。 后面放函数的名称以及函数要求的输入, 冒号换行之后就放置我们想要函数包括的命令集合。 这边还是以取余数为例, 我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函数。 我们知道取余数是用百分号表示, 但是如果数据格式不对就会弹出报错, 终止运行。 所以我这边通过自定义函数做了一个升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做get remainder的函数会提取两个值, 也就是a和b, 进行一个对a和b整数部分的区域运算。 如果这个运算报错就会print出错误提示, 如果运算正确就会返回余数。 下面这张截图演示了我们如何使用自定义函数, 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是调用get remainder函数在a和b的部分放入新的数值就可以了。 这边我也测试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输入字符型a, 让它与3进行取义数运算, 就可以收获新鲜热乎的错误提示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类, 也就是python中的class。 首先在数据分析层面, 它并不是一个很常见的命令, 但是它在python语言中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语法, 所以这里给大家做一下了解。 我们知道python的变量有很多种, 像我们之前讲了符点、字符串、布尔等等。 其实这些本身就可以理解为类, 当我们定义了一个字符串变量之后, 它就可以直接继承字符串的一切属性, 也可以调用字符串相关的指令, 这就是类的好处。 举个更通俗一点的例子, 你出生的时候, 初始状态就是一个中国公民, 那么你就享有了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 至于中国公民的权利都有哪些, 这些是法律进行定义的。 在python中, 当我们去定义class的时候, 做的也就是差不多的事情。 从写法来讲, 定义类以class开头, 后面跟我们给这个类起的名字。 冒号换行之后就可以放置我们对类的规定了。 比如我这里放了比较常见的init, 用于生成类, 又放了一个自定义函数。 那这里敲黑板, 刚刚我们讲过自定义函数, 但是我在类下面放置的自定义函数, 和刚刚的自定义函数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是, 刚刚我们讲的自定义函数, 是全局都可以进行调用的自定义函数。 但是这里, 当我们把函数放在类下面的时候, 只有这个类的变量才可以调用该类下面的函数。 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 你的class是中国公民, 那么你可以调用伊朗免签这个function。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是另一个class, 你的类下面没有伊朗免签这个函数的话, 那就乖乖去办签证好了。 为了让大家理解class的用法, 这边我们也来看一个例子。 我定义了一个叫做analyst的class, 初始化的时候要求提供姓名、年龄和工作部门。 另外我定义了一个intro函数, 用来对这个analyst进行自我介绍。 右侧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这边我们cue一下永远18岁的judy导师, 生成了一个analyst下的变量叫做a。 我们可以看到a的属性是一个analyst object。 下面我调用一下a的函数intro, 大家可以看到程序替judy进行了自我介绍。 关于python的基本语法我就介绍这么多了, 但是大家应该注意到了, 有很多细枝末节我们是来不及一一进行讲解的, 所以大家可以善用百度和google。 我为大家搭了一个框架, 但是血肉需要各位用自己的努力去填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